老年痴呆是老年人的一种慢性疾病 随着年龄的增长 发病率越高 据数据统计 中国现有800万左右的老年痴呆患者 而且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 每年都在递增 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 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完善 如果在饮食上稍不注意 很有可能会增加 增加人患上其他疾病的风险 老年痴呆也是如此 医学研究表明 老年痴呆有可能是吃出来的 因为某些食物会伤害身体 使海马体提前萎缩 并对身体其他部位造成伤害 建议中老年朋友应该尽量少吃 赶紧了解一下吧 这四种食物尽量少吃点 一 甜品 生活中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 对于各式各样的甜品爱不释手 不得不承认这些食物的确吃起来非常美味 也受到了人们的喜欢 但是甜品吃太多的话 会导致糖分摄入到身体当中 从而给血管造成伤害 不利于维持脑部的正常功能 所以希望你能够尽量少吃 二 高盐食物 老年人生活都比较的节俭 冬天的时候通常会腌制一些泡菜 以前生活条件有限 这样可以解决家里的温饱 而且这些咸菜吃起来也比较的下凡 但是却包含了很多的亚硝酸盐 进入人体之后 转化成亚硝案 导致大脑功能受损 很多老人因为经常吃这些高盐食物 导致血压飙升 所以最好少吃甚至不吃 三 油条 很多人早餐喜欢喝豆浆吃油条 虽然这个食谱搭配感觉很好吃 但油条并不是健康饮食 为了使油条的面团更柔软 一些小贩经常在油条中加入明反 使油条蓬松酥脆 在油炸食品的生产过程中 还会产生多种致癌物质 严重损害您的健康 如果长期食用 也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 因此请对高脂肪食物闭嘴 四 皮蛋 皮蛋同样也是老年痴呆的元凶 因为皮蛋在制作的过程中 会加入大量的生死灰 碱 黄丹粉等等 腐蚀性都是比较强的 虽然鸡蛋外面有保护壳 但长时间的腌制 有害物质已经慢慢地被吸收 偶尔吃一次 影响或许不是很大 经常食用容易损伤到大脑细胞 加速大脑功能的退化 从而诱发老年痴呆 过了50岁之后 这样的食物最好少吃 二 预防痴呆 不妨多吃这四种食物 一 深海鱼 深海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能提高大脑工作效率 大脑有上千亿个神经细胞 用来传递信息的细胞膜 由脂肪和蛋白质组成 这种脂肪若不足 神经膜获取传递信息的效率 就会下降 大脑也会因此变得迟钝 以深海鱼为代表的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有助于逆转随年龄增长 而显现的认知功能和空间记忆功能的下降 二 核桃 核桃应该算是最没有非议的 健脑饰品了 核桃人中富含亚油酸 可以刺激大脑神经 激活其记忆单元 同时核桃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与欧米加三脂肪酸 具有强化脑血管弹力 扩张血管 抗血栓的作用 适得大脑能够获得充足的功学 以缓解脑功能衰退 三 磨浴 曾经相关的学者用小鼠做过实验 最终的数据表现为 磨浴中含有神经线胺 此种物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淀粉样蛋白积累 而淀粉样蛋白是导致 阿尔兹海默症发病的重要因素 不仅如此 实验表明 磨浴中存在的神经线胺 这类物质有望参与预防 二次海默病新药的颜值 总的来说 平日里多吃些这种食物 便能很好地预防老年痴呆 四 鸡蛋 鸡蛋含丰富的卵磷汁 甘油三支 蛋黄素有着健脑抑制的作用 对人体发育和神经系统 有着很大的帮助 人体消化卵磷汁后 可释放胆碱 胆碱可改善的年龄段记忆力 不过蛋黄中胆固醇含量也很高 所以每天吃一到两颗鸡蛋就可以了 此外豆腐 黄豆也都富含卵磷汁 也可作为健脑食物 三 自测一下 你是否有老年痴呆倾向 一 画中试验 正常情况下可以在纸上画一张 十一点十分时针和分针 但患者可能执行能力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画不出十一点十分的钟 二 手不自测法 用右手食指碰触左手大拇指 接触后迅速交换 改为用左手食指碰触右手大拇指 两手不间断 交替得快速进行此动作 如果两手指接触的速度很慢 或两个手指总是会错过 需要警惕大脑功能是否发生异常 四 老年痴呆常说四句口头禅 患者早期由于认知功能的改变 会出现一些常听到的口头禅 一 什么 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老年痴呆患者注意力难以集中 对于日常生活缺乏观察力和参与感 很多事情本身没有注意到 再加上自身表达能力的降低 可能只会发现外界的交流信号 但是不能明确交流内容 因此会反复确认 二 这是哪儿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反复说这句话 意味着患者的视觉空间能力下降了 对时间和地点都比较模糊 一些患者痴呆严重实质力下降 也无法分辨环境标志 这也是老年痴呆患者容易走丢的原因 因为他们无法确定家的方位 有的人甚至不记得地址 三东西我放在哪来着 老年痴呆是神经退行性疾病 患者的记忆会从短期记忆到远期记忆逐渐缺失 因此早期患者常常会忘记刚刚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也正因为是短期记忆 所以早期症状很难判断 通常会被认为一时忘记或者衰老的副作用 四 你们都不关心我 老年痴呆患者虽然记忆很容易忘记 但是本身情绪变化也是一种特征 有的患者会变得特别敏感 觉得孤独 无人关心 严重的甚至会演变成被害妄想 当然 情绪上的反常变化并不是固定的 有的人由外向变内向 也有人由内向变外向 早预防 避免老年痴呆的妙招 脑力和体力 为了有效地避免老年痴呆 大家可以日常通过闭眼睛洗澡 时钟到访 主动联想 培养兴趣爱好等脑力锻炼方式 来训练自己的大脑 增加脑活跃度 同时 通过如散步 乒乓球 跳绳 太极 瑜伽等温和的运动 来增加体能训练和身体素质 二 减少情绪的大起大落 人上了年纪 就要谨记 定要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 同时 要放平心态 笑对人生 才是对自己的最佳保养 三 日常保养 研究指出 人体的手指锻炼 手指灵活度提高 可以有效地活跃脑部神经 因此 日常可以通过增加有意识的手指按摩 手指抓捏等手指按摩操 来刺激脑部神经的活跃 而全身摇摆 敲打臀部等保养操作 也对于预防老年痴呆十分有益 四 膳食和睡眠结合 睡眠 营养均衡 其实不用过多强调了 当我们已经度过了过往的温饱不足困难后 如何吃更加营养健康 才是大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身边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患上此类疾病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老年痴呆的发生 年龄因素 就目前的临床研究发现年龄的增长是阿尔兹海默症最大的危险因素 这也是阿尔兹海默症为什么叫做老年痴呆的原因 二 头部外伤时 头部是我们人体既坚硬又脆弱的地方 虽然有坚硬的颅骨保护我们脆弱的大脑组织 但是如果头部受过外伤 很容易导致脑部神经的损伤 从而造成脑神经的退行性病变 引发老年痴呆 三 脑力活动少 脑力活动少也是导致老年痴呆的原因之一 人的大脑需要不断地思考 多动脑筋才能维持脑细胞的活性 我们的脑细胞是无法再生的 所以我们要多动脑筋 通过多动脑来提高大脑功能 促进大脑健康 四 慢性疾病 上文中提到的张阿姨 就是小脑萎缩最后诱发的老年痴呆 还有糖尿病 高血压这些疾病也会增加老年痴呆的患病率 五 文化程度 接受教育有开发脑部潜能 增加脑容量的助备量 对脑神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所以文化程度低也能诱发老年痴呆 人们常把阿尔茨海默症的症状当作正常衰老 忽略检查和治疗的必要性 导致患者病情严重 防治阿尔茨海默症 早期干预是关键 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改善患者的晚年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